哈希曼布 死菌类型的 纸也是死菌类型的 哈希表的结构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这个基础内容 定义了这样的一个结构之后呢 我给它名字叫group data 当然要new一个 new error list 例子是接口 我们当然就得用error list来做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初始化工作做完了 那么子呢 子我们是一个list里面 再套一个list 再套一个我们哈希曼布 同样的 child theta new一个error list 好 这个子我们的结构体也定义完了 那么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去这样的定义呢 这样的说 可能大家有点不太明白 如果我把这个地方改一下 我改成一个 比方说 改成一个自定义的类型 我们把这个哈希曼布改成你自定义的一个类型 比方说叫user 这个user类里面有用户名 用户的地址 用户的电话 三个属性 这样子你能不能去理解 这样你就好理解多了 对不对 说白了 你就想到后面就是 哈希曼布里面就是我们的一条记录 这每一条记录就对应的是谁呢 就对应的一个这个 就对应的这么一行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头 大家想象一下 首先我们的group这一块 它也是一个列表了 对不对 也是个列表 那么它是一个list结构的这样一个列表 每个列表里面是一个我们的哈希曼布 就是我们一个map 然后它这整个 它是一个list 对不对 所以会要定义这样一个结构 那么好 为什么我们的子 外头又套了一层list呢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 最外头这一层 你就把它看作跟我们的那个group是对应的 大家想象一下 我们的这个子里面 我们先从展开的最最下层的来看 我先把它展开 这一行是不是一个我们的对象吗 比方就我刚刚说那个yuda 那么这一块是不是个list 但是呢 我又要把这所有的纸 全部都弄到一起 是不是它每一个group下面都要有一堆 所以这又有一个list 对吧 所以就一层一层的 我们从下方上分析 那么 所以这样子我们来看的话 最外头这一层的list 跟这个list 是不是应该数目应该是一致最好 对吧 因为这一层list 实际上就跟它是一样的 要对应到它去 而这一层list 是每一个group下面的列表下 这个是它数据的类型 这样子我们就轻齐做了 能听懂吧 好 我们来再通过一些实验来做一些测试 那好 我们现在定义一个hashmap对象 我们比方说 我们定义一个map1 等于又一个hashmap 我们给它定义一些值 通过put name名称吧 这个就是一条记录了 我们再来定义 它是可以重复的 name 那我们再换一个呢 这个不用name了 用address 地址 成都 这就三条记录了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的group 已经有三条记录了 那这三条记录 我们是不是要给它去加进去 要给它加进去 所以 我们这里头要做一些修改 要做一些 要做一些修改 我们先看 我们加进去的方式呢 其实是什么呢 group data group data 第二 应该是data 不是data group data 叫add add add一下我做map 大家注意啊 我这个时候 我这个list里面 实际上是不是只有一条记录 对吧 你别看我hashmap是有三条记录 list只有一条 对吧 只有一条 但我hashmap 它本身也是一个链表 对不对 所以它有三条 我们待会看一下效果 那么算我们一点点来吧 这样子 我先添加了一个这个 然后呢 然后我们现在要添加另外一个了 要添加我们子元素了 子元素 我们要跟它也是相应的方式 有点复杂 这个数据量也有点大 child item吧 算是一组 一个 对 new一个 然后list 那么同理 我类似于这种方式来去做 它叫map 也给它取上这些内容 map map 然后给它添加到我们的child上面去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子元素的其中一项 我们就生成了 那么再然后呢 我们就要把它添加到我们的这个里面去 a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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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e ok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想象一下 我们实际上是不是只添加了 我们在这个group里面list 有多少 有一条记录 对吧 这条记录是一个hashmap 它有三条记录 那么我们在这个child里头呢 也是有一条记录 那么这条记录 就应该是跟我们的这个相匹配了 对不对 然后在它这个一条记录下面又有几个呢 一条记录下面 那我们到这儿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我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点来设上 new stream 我们从哪里读啊 是不是从 首先从我们的name里面去读 然后是从我们的address里面去读 把它弄到哪里去呢 把它显示在 我们的android.r.id.text1 和我们的text2上面 当然了 如果我们的这个layout文件里头没有text2 它是不是就不会显示 但也不会出错啊 这个我们做做实验呢 后面从里 copy一下就行 前面是我们的group 实际上这个是从哪读的 是从我们这个group data里头去读的 后面那个是从我们的chart data里面去读的 ok 绑定到了我们数据员建立了我们的adapter 最后一步绑定我们的这个界面就快要 set set list adapter 这个跟我们listview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我们当然 这时候我们又用xml文件 别忘了更改一下这个 注册一下这个activity activity activity android name 等于 刚才那个是my expandable listview 我没有给它加个activity的名字啊 好就将就吧 sunday list 把它设置为启动下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看到没有 这是一项 我们点一下看看效果 诶 里面也只有一项 但是我们就很好奇了 看到没有 看这个地方 在我们group上面 你说我这明明天的三个 为什么只有一项呢 猜一下 是不是因为我们 他这有几项是靠他这个list来得到的 他list实际上只有一条 一项 对不对 那你这里边有三个 他就取最应该的这一项 也就是说他首先取了 本来这个地方 我们说这 我们绑定了一个name 对不对 这个name 他首先会找到有一个sunday 他应该读到这 但他马上又找到了一个 同样的叫name的 又叫增兵 所以他最后用增兵覆盖了sunday 在这个地方 再往下address 这个他就没用上了 因为我们这一项 没有text2这个空间 这个一定要 思路要清晰啊 别到他搞迷了 这个很复杂的 那么如果我希望他有三个 我怎么样来改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只需要每次添加一下 我把它放在这就可以了 我只需要这样子改就可以了 这就添加了三项 这就添加了三项 那么同样的 我们在这下面也要添加 如果不添加会怎么样呢 我们看一下效果 再看一下 这是不是就三项了 然后 当然这三项 也都会有点问题 他覆盖了 其实我们知道应该 每次给他清空一下 在那个 对吧 待会改一下吧 OK 这个展开是正常的 对吧 这个你猜会怎么样 是不是异常啊 因为它不匹配 因为我们的child 那个例子里面 最上头那一层 我说了 那一层 就是要跟这个负是对应的 实际上 他发现 那个地方 只有一行 对不对 所以就会出一场 好 我们在这 先处理一下这个 Map1.clear Map1.clear 看一下效果 所以我们在这呢 也要给他添加 我 我就偷偷懒 我直接给他添三次就行了 添三个一样的东西 反正让他有三行就行了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这个倒是OK了 这个倒是OK了 上面的值出问题了 我们看一下 看来用clear 还不行 我们直接给他重新拥一遍吧 这样子 还需要让大家 去了解一下 他的这个实现 大家下来啊 就是可以知道 他的这个实现原理 就是我们刚刚给大家讲的 那个立四六的 那个实现机制 这个实现机制 内容 用了之后 还得付给他 付给他 付给他 那 按 按 按 之后 付给 哦 晕了 晕了 我说呢 sorry 我问个问题 如果我要更改这样的图标 你会吗 在它那个数据里面改 不要改它的系统文件 你可以自己去定一个样式 然后上面 你自己定一个Adapter 其实也不一定说要自己 你除了自己定一个Adapter 你也可以在这里去 自己去定一个什么呀 自己去定一个Layout 我们现在是用的那个系统级的Layout 对不对 你能不能自己去定一个Layout 在这个地方 你的Layout只要名字跟它们一致就行了 它是Layout里面包含那个按钮吗 没有啊 你可以包含按钮啊 但是我们Layout最重要的是这个TypeView 说白了 你这个按钮无所谓的呀 你自己打开看吧 我们来看一下 你这个Layout又不复职 你那个按钮就算你翻个按钮 也无所谓 所以改Layout改不了它那个按钮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它这个Layout是怎么实现的 好 好 这是个TypeView 它按钮在哪里呢 我们就来看这儿 attribute里面的这个Layout attribute text 这儿 所以 这里要用到它的一些格式 大家下来要自己去找一下 它这个按钮可能是在动态操作的地方 但是这个按钮你也可以通过设置它的违纳 对象违纳来处理 我们猜想一下 因为这里头只有这样一个空间 肯定是在这个上头 它无非就两种方式 我们下来可以去看一下它这个圆满 如果我来实现的话会有两种方式 第一我会在expandable的这个adapter 那个adapter里面 要不我再 我直接通过这个地方去画一下 作为一个left 然后 当然也可以通过这些地方来定义 另外第二种方式就是什么呢 我在它前面在动态里去生成一个emade view的空间 但是这种情况下一般是用不上的 一般没必要 坏了就可以了 关键是我的意思是 如果遇到自定义了你会做吗 OK 好 这样效果就出来了 那么增兵 第三个为什么没有啊 没放 不是没放 第三个是放了 有记录 但是里面没有name 但它记录会照样会显示 这些你要清楚吧 要清楚 如果你把name给改掉就可以了 好 那么下面的问题 我们是显示已经会了 显示非常简单 对吧 显示会了 我们是不是要开始干嘛呢